台灣第一次由人民自發而起 最龐大的一次都市社會運動 無殼蝸牛運動 在房價最貴的中校東路上 近5萬人參與夜宿行動 抗疫高房價 那時候政府承諾會解決 然而25年過去了 居住問題卻惡化得更嚴重 年輕人被高房價綁架 歷史者居無寧日 居住不公的世代 我們的希望在哪裡 這時候政府又在高喊居住正義 我們還要相信嗎 還要再等待嗎 我們不再相信 不再等待 我們要有所行動 今天我們重返中校東路 宣布 朝日啟動 我們要號召不願再被正上金權壓榨 顧居住不住不住的朋友們 以集體的公民力量 用行動提出我們的控訴 讓我們一起請求而出 聶金權 曾公平 將純事從貪官與諮商的手中奪回來 讓我們大家一起呼喊朝願的口號 聶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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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聶工平 聶金權 聶金權 聶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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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衣服夠老舊 那我後面的這隻蝸牛 在二十五年以前 是滿光鮮亮麗的 可是二十五年說的今天 看起來就是非常的成就 很老舊 那代表著我們的所有的年輕人 其實就像這一隻蝸牛一樣 這麼的悲哀 那麼其實要解決台灣的高房價 很簡單 我們只要實價課徵政治稅就夠了 但是不做 問題實價課徵政治稅到底是什麼東西 實價課徵政治稅就是說 漲價的部分歸國家稅收所有 只要漲價的部分歸國家稅收所有 就沒有人願意炒房地產 因為無利可圖 那麼 可是呢 這個 這個 實價課徵政治稅 實價課徵政治稅 其實它並不是一個很深奧的一個學問 這個在一百年前 國務孫中山先生就講 在那個評審主義裡面 就一直在提倡 就像漲價歸功四個字 那這個漲價歸功 其實是解決台灣住宅問題的一個最根本的方法 可是呢 政府就不做 就朝運五大訴求是 藉由社會住宅的發展 就是把它從萬分之八 拉到可能將近百分之五百分之十 然後藉由發展租戶市場 從百分之十 拉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此外藉由不動產的稅制改革 降低整個持有的部分 可能降到百分之六十 那如果台灣能把整個住宅的一個結構 往這個比較健全的方向來發展的話 或許我們比較有條件發展出好的住宅政策 所以要保持人的民族 我們有關於三島的新市場 都會被對付出的 旅行的水河 終於風中 我們來自行的 旅行的 旅行的